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厕所的部分 他的门也坐得还蛮气派 熟练的带客人看屋 介绍起来一点也不马虎 学里原本已经担任房仲三年多 平均月薪可以有六万元 但是常常抱病上班 几乎没有生活品质可言 让他上个月就算月薪直接砍办 还是毅然决然转职到 连锁半电业工作 没有时间陪家人朋友 有时候可能你吃个饭 咬一下咬一口 然后客户一来 你就立刻就出门了 然后新人时期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很早大概八点就进公司 可能有时候弄到凌晨一两点才离开 转职还有其他原因 学里表示 其实他的专业是在物流管理 未来随着饭店展店 更能发挥他的专长 事实上根据人力银行分析 上班族转职跳槽 不畏忽视工作 常常有怀才不遇的想法 再来就是职位和薪资 一直没有办法提升 统计结果也显示 今年有八成六的人 想要在年后跳槽 创下十年以来新高 而新公司薪水 如果多了一成二 大家就愿意跳槽 同样的原本公司想要留财的话 平均要加薪快一万两千元 才会让人打消 转职念头 钱多事少离家近 这三个因素而比起来的话 那为钱跳槽 然后为钱要转职的话 的确是比例是蛮高的 有七成九的人 但是也有两成一的朋友 会认为说平行的这个移动 我也愿意去 所以这代表说 事财事所蛮重要的 像是三十四岁的张小姐 职务不便 但是到新公司 月薪从原本的七万 成长两成到八万四千块钱 年前跳槽成功 薪水增加让人羡慕 但人力银行也提醒 想要转职的人 千万不要因为情绪因素 而贸然离职 下一个工作不一定会更好 千万得仔细评估 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职场趋势 记者综合报道